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19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了 本港的豪宅市場又有大手成交 賣出來的 又是何崇本家族 何崇本家族 今年幾個月來 已經買了三塊山頂的民業 第一次就是賣眾直到四間屋 11億多 四間屋其實 賣價來說已經很便宜 比港島的分層住宅單位更便宜 港島的分層住宅單位 結果震散了豪宅市場 因為 山頂的獨立屋的house 無論如何都值錢過分層單位 所以 海船 長實的波魯島就不用賣了 Mount Nicholson當然不用賣了 因為 實際上 Mount Nicholson說吹就吹就吹就山頂 那一道以前叫 聶哥信山道 111號 屬於東本山司徒拔道上去 現在司徒拔道上升了 變成山頂 當然啦 實際上司徒拔道 在山頂道上升了 然後就是山頂道 問題就是人家真的是山頂 中夕道 真的是山頂道 而且剛剛賣了兩塊都是山頂道 你怎麼給人家給錢呢 所以 豪宅市場其實面對一個很大的高壓 當然 價錢你肯便宜的就有人買 這次這個盤很注目 就是山頂道 28號 門牌 也不少錢了 因為它是一個獨立的門牌 28號 直接有一條私家路下去 好了 這次賣出的28號 也是望全圍 廣景 如果在網上那張照片是很漂亮的 一間玻璃屋八千多呎 然後 就有個泳池 然後下面就是 全個維多利亞港都看了 美得不得了 而賀崇本家族賣了這東西 差不多套現了30億 我們一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他這樣賣法 是真的債台高足 負債累累 欠很多錢 被銀行召爆還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這三塊東西買回來的 時間已經很長 全部都是很便宜的 只是買這三塊東西 帳面賺20多億 三塊錢加起來不用10億 賣出了接近30億 即是說 執超過20億 你買甚麼call loan的人叫到20億呢 照樣也叫不到那麼多 所以 這個 不是單純call loan的問題 而是體探本地的房地產市場 尤其是豪爪 大家也知道 中國的經濟不好 很多有錢人走路 走下來的 實際上也要很有本事才行 因為你的錢出得來香港 實際上就可以去 新加坡 英國 或者是日本 或者是美國 總之可以進入一些西方國家市場 或者放些錢在瑞士 為甚麼要來香港呢 實際上 香港 其實 不會比大陸安全很多 共產黨如果要抓你 你在香港可以照抓 蕭健華不是在香港拉的嗎 這次我跟大家說說 賣山頂道的蜂蜜 前因後果 山頂道28號落實 10億5千萬億首 每方尺的樓面地價是 12萬5千7 現在 整個地皮 是有16700呎 是一棟洋房 由於E類 通常這些東西都是 叫做 謀類 或者 大部分都是謀 即是E E類的住宅 是0.5的地積比 有些再小一點的 有些F類的 這個是E類的 這個屬於E類的地皮 地積比是0.5倍 另外他有1000呎的地庫 用來做停車場 所以他的陽房面積有8900呎 如果以他重建樓面 會小了 當時他入職的時候可能是多了一點 現在的赤價到了12萬多 你不要以為12萬多很貴 但12萬多實際上的赤價 是比起 Monnickelson 便宜 因為那些分層住宅 沒有獨立門牌 這個山頂到28號 是一個獨立門牌 你可以自己發展 這個地是屬於你的 這個是不同的 大家也知道 這個地是屬於你 你可以自己起過 重新發展過 以及那個地方是一個公眾的 你只是一個屋宇裏面的一個apartment 一個單位 是兩回事 所以 現在經濟 畢竟才有這樣的頂級美貨 拿出來賣 這些單位 以前是沒有機會拿出來賣 因為 山頂到 獨立一個number 很罕有 其實何崇本家族 有不少東西 他們買回來是02年的5月 當時買回來是1億5千多 這次 幾乎賺9億 好像很便宜 實際上 如果高峰期 這個蚊液分分鐘可以賣到17、8 甚至乎20億 現在 已經比高峰期低很多了 因為山頂到獨立門牌 你只是寫地址 山頂到28號也不得了 8號 8號就是一個地盤 就是一個 屋苑 那裡很奇怪 建了兩座住宅 中間還有一座住宅 所以 很奇怪 這次新買家是一個杭州人 他們現在佈住一個杭州水晶城的一個屋苑 這次有10億買個別墅來住 這個景 香港接近最漂亮 山頂到比白家道好 因為白家道基本上是白茫茫的一片 這裏好一點 這裏應該沒有那麼大霧 其實8月份 他們也沽了山頂到三個號碼 就是99、101、103、三棟陽房 這個地址本身是同一個地址 後來分隔三個號碼 有獨立的三個號碼 不過 我看回地契 他們不可以 是獨立發展的 因為 99至103 已經是 拆了契 那你可不可以 他之前是拆了契的 但是可不可以 自己拆了上面的物業再起呢 未必可以 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不可以 因為這件事是他當時買回來 是獨立發展 當時是1萬4呎 整個地盤買回來 那個號碼就是99、101、103 那可不可以 這個 我覺得有保留的 未必可以再重建 山頂道28日絕對可以重建 他是一個 自己的獨立號碼 所以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他賣了 三間屋 只是8億2800萬 賣這口價的時候 他說 叫做海嘯價 那是不是海嘯價呢 的確是 因為山頂道 其實這個號碼 未必能看到圍港境的 大家知道嗎 因為 99、101、103 估計他可能是斜望一點點 山頂道 但是我想往南區更多一點 山頂道 他只有 最頭段那段 可以看到圍港 圍港 去到 過了馬幾仙峽道那段的山頂道 就得了小部分 地勢高 就可以看到圍港 如果再過一點 全部都是望南區景的 所以我看這三個號碼 應該是望南區景 望南區和望維港 差一倍價錢 所以 他只是賣到赤價五萬多元 當然 五萬多元赤價來說也不算便宜了 是不是 但是對於頂級豪宅來說就大了 所以 他的價錢 海嘯價也值得 值得相確的 買家是誰呢 是創科成員的副主席 創科就是基金外股 香港工業股 No.1 股價一直都高企 變了 大把錢 買三間屋 可能 一個家族都住了 再之前 還值四棟洋房 那四棟 真的便宜了 六萬多元赤 望了整個圍港 還是獨立屋 不過那個也是一個屋苑 不可以重建的 即是那四個屬於同一個號碼 你不可以單獨重建 所以山頂到28號這個 是他賣的 三個東西來講最頂級 那麼頂級的東西 為什麼要賣呢 越賣越漂亮 不知會還有一塊再漂亮一點 很明顯 他不是債台高速 那麼簡單 不是說只是要減債 有人要逼倉 銀行要召窿 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體探香港 可能他們 真的 賣光所有東西 離開香港也不一定 我最近也聽到很多那些 低調的隱形富豪 類似那些 何崇本家族 大家聽下去 要查很久才知道是甚麼家族 但是 也有 很多 民業在香港 最近 據說在暗中放盤 在變賣 所以接下來會有很多頂級的漂亮東西 拿出來賣 以前從來都沒有在市場出現過的 聽都沒有聽過的貨 拿出來賣 可想而知 有錢人也是一致體貪香港 如果你早點聽我們的節目 你早點聽我們的節目 你早點買 起碼這三個東西 賣多10億以上 沒有辦法 現在市道不好 賣得到 算是如此 當然 以買家來說 不算坐艇 實際上這些東西 未必一定有錢賣得到 除非香港真的好像共產黨50年代 在上海那樣充公資產 否則 你最多買貴了 就不會買錯的 真的是漂亮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